全球經濟利空罩頂 不過股市卻上演晶晶 漲不停 當市場對重複的利空 產生免疫力 多方的機會來了嗎 護身巴菲特的投資哲學 市場總是津津樂道 但今天金錢報要跟巴菲特說 你很多地方都錯了 觀念太老了 恐怕會誤導投資人 上班族薪水怕月光光 心慌慌 但是把所有的錢都存下來 就對嗎 上市櫃公司配發鼓勵 賺得全配 或是留一點下來 到底哪個才是對 認真你就輸了 一般都只玩笑話 但現在買低價股 恐怕也要這樣的心態嗎 因為一不小心 你的股票恐怕會遭到強制下市 更多精彩內容 請鎖定五期金錢報 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曾煥文 首先歡迎四位來到現場的羽團嘉賓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一個動物叫做狼 為什麼要聊狼呢 因為我常常看動物頻道來紓壓 所以我對狼非常的了解 那狼基本上它在所有的食物鏈裡面 它屬於最上層 簡單來講它沒有什麼天敵 所以人家才會講說像郭董這麼偉大的人 他有狼性 那聰明的人在華爾街叫做華爾街是狼 所以狼基本上是一個稱讚 那我們看一下狼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動物 比如說狼他善於幼虎 而且他們都會團隊合作來幼虎 這個更大的獵物 同時狼會把他自己得到的教訓 告訴他的同伴 也就是說通常狼 他不會掉進同一個現金兩次 上市掉入這個陷阱 這一次就不會掉入這個陷阱 那為什麼講這件事情呢 因為現在市場上 全部都在講說 這個全球發生了殖利率倒掛 股市要崩盤 確實去年10月份的股災呢 就是因為殖利率倒掛 所以呢發生了股災 但是相同的利空再來一次 會不會像這個狼一樣 再掉入一次陷阱呢 我們覺得機會不大 機會不太大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要成為台北股市之狼的話 你一定要看完今天的節目 新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美國股市呢 昨天是漲跌互漸 可是今天亞洲股市呢 漲勢卻是比較淋漓 包括大陸股市跟台北股市都一樣 所以最近的行情比較難做 阿哥之前有提醒大家 這行情呢就是多空雙八 現在果然正在發生 那我們先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大漲呢 缺口已經補起來了 之前包括這個阿哥也講到 另外圖老師也提到這個缺口呢 一定會回補官 現在都發生 可是行情怎麼走呢 待會兒阿哥幫我們做追蹤 不過看一下台北股市喔 今天呢 早盤開高之後呢 早上喔 十點鐘之前大家很緊張 因為開高走低喔 好像賣壓特別重 不管是期貨跟現貨都一樣喔 好像呢這個下個禮拜的長假效應呢 在早盤開始發生了 大家覺得要放假要放假 趕快把股票賣賣 結果呢 行情反而開始一路一路的往上漲喔 最後中場大漲了一百零四點喔 漲幅百分之一 而且三大法人都恢復買超 貴買一樣喔 收盤也創下六個半月的新高 漲幅也將近百分之一 不過呢這個外資跟投資 其實沒有呈現買超的 重點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喔 長假效應呢 到底之前要不要賣股 我們看一下之前的例子喔 之前大家還記得 下面放融資喔 二月份的時候呢 二月十一號 我記得是開紅盤 開紅盤之前大家想說 有長假效應呢 所以呢 大家一直賣股票 一直賣股票呢 因為怕長假效應 可是呢 沒想到股市沒有跌 沒有股市也沒有跌 之後呢趕快把它買回來喔 所以呢 現在會不會 你在急著賣股票的人 如果未來呢 雖然下個禮拜有三天 有四天的連假喔 但是呢 如果指數不回的話呢 可能喔 被迫你要買回來喔 大家要特別留意 那另外呢 昨天摩台指結算之後呢 我們有跟大家預告喔 阿哥幫大家講 新的開倉量出來之後呢 到底摩台代表的這個 臺北股市指數會往上走往下走 待會一樣做追蹤 今天喔 大陸股市特別強 大陸股市大家看一下 漲幅都在百分之三以上 而且你看大陸股市的K線呢 我們看一下 一下紅一下黑一下紅一下黑 是不是很難抓 就是我們講的多空雙吧 不過呢 從個股來看的話呢 很久沒有漲的鴻海 今天呢大漲百分之二點三千 也貢獻大盤了八點 所以今天很多全值股都開始做表態了 那另外呢 這個潤泰全跟潤泰新公布他們最新的股力 一個配的比較多 一個配的比較少 配的比較多的潤泰全是大漲的 所以相關殖利率概念股呢 是市場上還在追捧的部分呢 這部分我們請這個豐總呢 幫我們做追蹤 那另外呢 這個證交所提到 明年四月一號開始呢 要強制實施 這個有一些雞蛋水餃股 水餃股啊 如果你狀況不好的話呢 要讓你下市喔 就是有一個退場機制 所以引發今天很多的低價股 呈現重挫 所以呢這些低價股是完全沒機會 還是哪些有機會 這部分呢 老王一起幫我們做完整的分析 那最後呢 這個軋空還在持續喔 包括像玉晶光喔 這個四月十九號是最後的榮俊回補日 那其實之前木華哥也講到 今年的漲被股呢 其實喔 是在光學族群 果然今天呈現大漲 所以待會怎麼看呢 木華哥一起幫我們看 不過要先請教木華哥喔 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女人喔 女人其實很難了解 你知道嗎 那女人最常講的一句話說 下一個男人會更好 真的會更好嗎 其實喔 有幾個前提喔 下一個男人會更好的前提是 你在前一個男人身上 你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 比如說 他是個有暴力傾向的啦 還是個酒鬼啊 還是個賭徒 那你下一個男人要更好的話 前提是 你不要再找酒鬼 你不要再找賭徒 不要找有暴力傾向的 所以下一個男人才會更好 那為什麼要講下一個男人會更好 到底你有沒有學到經驗 觀眾朋友要記得喔 你要換男朋友可以 可是呢 一定要學到過去受傷的經驗 不要重複發聲 一樣 木華哥 來重點來了 股票市場喔 現在的邏輯也一模一樣 看一下下一張的圖表 我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喔 說這個狼來了 狼到底來了嗎 大家看一下 現在全市場 都在討論什麼 殖利率倒掛 我那天看有一個節目 很厲害喔 殖利率倒掛 只能講一個小時 我相信呢 應該是有聽沒有懂 可是呢 你會很緊張 因為確實去年發生 全球股災的時候呢 大家都在講殖利率倒掛 所以現在在告訴你 殖利率倒掛 同樣的利空 到底會不會發生同樣的走勢 去年這段時間喔 美股大概跌了兩成 大家印象非常深 去年十月份 當初講的利空 包括全球的成長呢 這個非常的暗淡 這個利空 木華哥現在還在 中國經濟成長放緩 現在也是一樣的利空 美國企業獲利 因為貿易戰的關係 一樣喔 展望不佳 英國脫也還在持續 包括現在大家講的 殖利率倒掛 殖利率倒掛 所有的利空 跟去年十月份一模一樣 大家想看 相同的利空 會一樣引發同樣的走勢嗎 去年美股跌的時候呢 確實喔 大家開始避險 所以黃金是漲的 但是你看這一波 美股呢 基本上喔 目前還維持在相對的高檔 但是呢你看 黃金 反而是下跌囉 黃金上漲 代表市場 避險需求增加 但是呢 黃金昨天呃 呈現一個大跌 對 貴金屬都大跌 所以代表市場上 並不恐慌 所以木華哥 到底這一次喔 殖利率倒掛 是人來了問號 還是人來了驚嘆號 好 這個殖利率倒掛 你聽得懂跟聽不懂啊 對你投資有差別嗎 就算是你聽了一個鐘頭的專家 講說殖利率倒掛 你非常緊張 你非常的恐慌 你不敢買股票 那今天股市不是漲給你看嗎 而且呢幾乎收盤 又要創新高 你今天加權股價指數來看 月線是連三紅喔 今天收月線 我們可以看一下月線 月線是連三紅 大家可以連三紅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非常強勁的多頭走勢 過於三個月 大家都很緊張 很緊張 很緊張 就連三紅出來 我們看上一次台股月K線 連三紅在哪裡 在這邊耶 對 他是一個波段漲勢的開始 是個奇漲點耶 這個月線連三紅是不常出現的 而且呢本來 這個禮拜的週線 是要收黑K的喔 但是今天呢 你可以看週線 他居然也收紅了 週線也紅了 週線也紅了 所以你看到加權股價指數的 週K線也是紅的 所以說你說這樣子的盤勢啊 你怎麼能說他是空頭呢 好我們回到月線喔 其實我跟木華哥合作這麼久 我慢慢知道木華哥的弦外之音 什麼意思呢 他剛剛說月線難得出現連三紅 對 上次的連三紅之後一路大漲 對 所以感覺上 木華哥對今年的行情 應該是比較樂觀的 你還記得嗎 其實我一直在講說 行情給你看到了就是事實 也就是說呢 你不需要去猜測這個行情 順勢操作就對了 當你看到這麼強勁的多頭的 這個型態的展現的時候 你現在唯一的就是做多 這個是基本上我的看法 那因為股票市場 跟你剛剛講的女人是一樣的啦 兩個都很難理解啦 對 所以怎麼樣去理解這個股票市場 我覺得巴菲特在最新接受訪問 他講了一句話 還蠻有道理的 蠻值得參考的 他說呢 這個殖利率倒掛 他一點都不關心 他一點都不關心 然後呢他說呢 這個殖利率倒掛呢 代表利率越來越低 利率越來越低呢 代表債券的價格越來越貴 所以相對他關心的是股票 股市的吸引力 反而會變得比較高 Yes That's right 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因為殖利率越來越低 然後呢 債券價格越來越貴 所以相對他關心的是 股票的吸引力越來越高了 對大家想說 FED要嘛不升息 要嘛降息 會不會引發著所謂的經濟衰退 可是呢巴菲特卻認為 他的利率越低的話 相對的股市的相對的報酬率比較高 所以資金也有可能會流入股市 沒有錯啊 所以說你聽了一個鐘頭專家講殖利率倒掛 他有沒有講到巴菲特這一點呢 沒有 因為大多數人在看這件事情上面 是帶著恐慌的心態在看 而不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所以說我們今天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市場 看這個股票市場 好那什麼樣的角度呢 就第一個經濟不好 這個殖利率持續的往下 它意味的就是美國後面的經濟狀況 可能會是越來越差了 這是不是事實呢 對 它絕對是事實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的PMI 差到不行 你可以看到最新公佈出來的3月的數字 掉到這個近期以來的這個新低了 這個非常糟了 那另外呢更糟的是歐洲 歐洲 你可以看到歐洲的PMI 持續的而且是非常明顯的高 這個這個抖角度的往下掉 譬如說講說歐洲的經濟龍頭 德國 德國已經掉到多少 47.6了 47.6是跌破50 50以下 對 而且呢它是跌到74個月來的低點 哇 74個月 6年多來的低點 那另外呢 義大利跌到69個月來的低點 也是50以下 對也是50以下 然後西班牙一樣是50以下 跌到這個63個月來的低點 那同時你可以看到 荷蘭呢 它也跌到了32個月來的低點 那奧地利也跌到了37個月來的低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歐洲這些主要經濟體 全部都是慘不忍睹的經濟情況 好 那問題就是說 大家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你當然不敢買股票嘛 現在叫你去買股票的人不是害你嗎 經濟這麼差 難道你不知道所謂狗跟主人的道理嗎 那個股票市場一定會跟到這個經濟的走勢嗎 所以代表什麼股票一定要崩盤 股票一定要下跌 可是你可以看到全世界股市現在展現都不是一個下跌的態勢喔 它都是一個上漲的態勢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好 那至於說台股呢 今天的走勢啊 這個收月線當天的走勢啊 非常戲劇性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旗子 5分線 對 台子旗的5分鐘線 今天早盤開高跳空50幾點 然後一根紅K拉上去漲70幾點 那大家都講說哇這個盤好強喔 結果沒有想到 你看一根兩根三根四根五根 連續25分鐘的時間 都是下跌的 居然殺下來到10476啊 殺了100點啊 那是 早上這邊喔 不管是期貨或說個股 有人賣的時候好險我有賣 好險我有賣 好險我賣 結果呢 或者說這個 或者說這個 昨天或前天去空的人說 哇你看我空對了 對 居然是殺了100點下來 哇這個今天這個盤要崩了 對因為殖利率倒掛 殖利率倒掛 趕快賣趕快空 大家都想說這個盤要崩了 這個女人要背棄我了 是 結果沒有想到在10476這邊 止跌盤底之後 他居然拉到 收到10600 大腿你說這個盤你能猜測到嗎 如果說你今天能猜到這個盤 我封你為神啊 你能猜測到早盤會殺這麼兇 然後盤底之後會拉上來 你真的能猜到這個盤 我封你為神 網友已經封阿哥為阿神了 因為阿哥就講說 就是多空雙八 對啊 所以說呢 這個盤式的波動性呢 是存在的 所以說 我們雖然講說這個盤呢 我個人看多 但是呢 基本上 你還是要注意盤中的波動性盤 波動性 而且呢它非常有可能呢 這個盤呢就是金金漲 你越不相信它會漲 它就越會漲 而且呢它都是盤中波動 洗雙八 洗你之後再上 譬如說美國股市 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樣喔 它最近這幾個交易日波動性 非常明顯 大概你可以看到 都是留上下隱線啊 對 這四個交易日 在這兩個大波動交易日完之後 留下上下隱線的四個交易日 你知道這四個交易日 非常罕見的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 都是歐洲盤 這個開盤之後呢 那個美國起始下跌 然後呢 帶動這個美國開盤到五盤前下跌 所以美國是下午盤才開始拉 對 都是五盤之後 連續四個交易日 都是五盤之後往上拉 對睡覺前看到美股是跌的 醒來 美股反而不是小漲 對就是大漲 所以說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覺得 美國股市要玩了 連續的這個大波動兩根 兩根這個紅黑K棒之後破底 然後你覺得完了 沒有想到它又拉上來 所以這個盤勢呢 就在你晶晶很驚恐的情況之下 我們講說這種晶晶漲的行情 就出來 也就回到你剛才的主題版 狼不會錯兩次了 對 也就是說你用過去的 所謂殖利率倒掛這種經驗值來看 現在目前的市場 你用這種恐慌的情緒 或是這種恐慌的心態來看市場 你可能是錯的 是 因為市場它告訴你 它就是在漲 好那你可以看到台股的VIX 它一樣是一個下降通道 它在下降通道 那打到這個標準差的上緣 有沒有突破 沒有 它又往下拉 所以說 基本上呢 你不需要去 用這個恐慌指標來嚇自己 或是說 用這個盤勢來嚇自己 所以我 所以有時候節目不能亂看 你看到一個節目 突然講了一個小時的 子律倒掛 你不但聽不懂 而且還要嚇得半死 結果呢 行情就這樣錯失掉 對 所以我今天舉一個例子 就你剛開始講說 今天一檔非常強勢 而且大量的股票 就預金 光光 我還記得之前我們上 大黑節目的時候 一直在強調今年的 這個投資有一個很重要的主流 都是 就是多鏡頭 對 就是屏下的指紋辨識 我記得穆阿哥講 我還幫你再highlight一次 他說 今年的光學股 就是長輩股 對 除此之外你還講說 不是兩光喔 是三光 那當時不是講說 亞光 郁金光 跟大力光 那你可以看到 郁金光 今天早盤 跳空開高之後 下都下不來 一路買盤 直接追到尾盤 是拉到漲停板 尾盤還鎖了5000多張 漲停板 要去追郁金光 那郁金光的基本面好不好 相對於大力光 郁金光今天最大的新聞是什麼 他配息3塊半 去年賺不到10塊錢 配息3塊半 那殖利率是多少 不到1% 不到1% 你今天收盤的這個360多塊 那看3塊半是不到1%殖利率 有沒有高息的這個殖利率 沒有 那有沒有業績成長 沒有 2月營收還大衰退 對不對 2月營收 這個慘不忍睹 結果你可以看到 他今天拉上去 拉到漲停板 你可以看到日K線 幾乎要去挑戰波段的 361塊半的新高了 162到361 果然是長輩 果然是長輩了 好那他到底在長什麼 很多人可能會莫名其妙 對不對 那我們再比較另外一檔股票 跟誰比 跟大力光比 他的兄弟大力光 但是這個 他的 不能算兄弟啦 他是長輩 大力光 大哥 那如果你要比基本面 你要比他的各種條件 大力光肯定優於玉金光 沒錯 而且是優於很多了 那大力光呢 今天居然是殺尾盤 你可以看到大力光 今天是下跌35塊 跌了0.76% 大力光的股價壓在這個地方 這個形成橫盤 而且看起來好像要往下掉 因為KD值往下走對不對 MACD往下走 感覺上面好像要往下掉 可是玉金光今天就拉到漲停 而且玉金光拉上去的時候 根本帶都帶不動大力光 對 這到底是為什麼 所以這個市場想的 跟我們都想的不一樣 對 所以我的標題呢 就是嚇到說 現在是一個不漲基本面的年代 而且呢 市場跟你想的永遠不一樣 你就順著這個市操作就對了 找尋最強勢的股票操作 就是這一波要賺錢 最重要的方式了 謝謝穆阿哥的分析 穆阿哥的重點呢 就是接下來的行情呢 你就是要順勢操作 你不要呢 自己被自己嚇 有這些利空呢 不用管他 只要呢 行情沒有走路之前呢 就是順勢做多就對了 不過呢 他剛剛也講說巴菲特 現在呢 他不關心低利率 因為低利率呢 反而會讓股票市場的報酬率 顯得更加有吸引力 所以資金呢 會往股市走 講到巴菲特呢 我們要請到這個對巴菲特非常有研究的阿哥 很多人說巴菲特是股神對不對 對 可是呢我們現在跟大家講 巴菲特其實你老了 可能也錯了 為什麼呢 巴菲特最近呢 對於蘋果有一些這個看法 他說 蘋果進軍娛樂業 他是抱持懷疑的態度 雖然呢 他是蘋果的大股東 但是呢 他認為 蘋果進軍娛樂業可能不會成功 這句話到底對還錯 我們持續做觀察 但是我們覺得 要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為什麼 我們舉個例子 巴菲特一再說 他不用蘋果手機 他還在用這個 三星的掀蓋式的這個手機 這大概是非常非常久之前 非常久了 對啊這一支手機大概才六百塊台幣 所以他不用新的這些手機 當然不代表新的這種這種這種手機不會賣 而是我們覺得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他會有一些觀念呢 已經老了跟舊了 像我舉例子 老年人常常有一些事情 他沒辦法 沒辦法應變 像我們的總監 他的媽媽 現在去坐公車呢 現在大家坐公車 不是用悠遊卡逼一下就好 他呢 這個他的老母親 還是習慣拿零錢出來 你知道嗎 他覺得看到零錢 他比較有實在感 他不敢相信那個悠遊卡 會不知道怎麼用 像我岳母的時候 岳母很想要去騎那個U-bike 可U-bike你要去登記 然後才有那個悠遊卡 然後才可以用 他很想騎 可是他也覺得 他不太敢用 他不太相信那個機器 他寧願自己去買一台腳踏車來騎 當然比較不方便 所以呢 我們講啊 巴菲特過去教過我們很多的觀念 可是呢 現在年紀到這個地方 所以有一些觀念 我們覺得呢 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甚至有可能會誤導你 是沒錯 因為巴菲特以前 他最厲害就是要堅持一件事 一堅持堅持30年 比如說他喝可樂 一喝喝了30年 幸好喝可樂 還真的是 不是太不健康的飲料 不然巴菲特可能來不及當股神 第二他用了摺疊手機 可能撐到現在快要變主流了 因為現在資格型手機也快要出摺疊了 對一樣都叫摺疊手機 所以他可能直接撐到現在手機就變摺疊 就跟他一樣了 所以有時候撐久必勝 那有時候撐久怎麼樣 是不會贏的啦 所以有時候該撐 有時候不該撐我們很難講 以前那個時代 他這樣做會變股神 現在這個時代你拗一拗 可能就不是股神喔 拗股票怎麼樣就不見了 所以有時候該拗 有時候不該拗 那搞拗對的 全世界總有一個拗對 拗對那個人就叫巴菲特 拗不對的我們不會把它找出來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嘛 所以拗不對比較多還是拗對比較多 當然拗不對的比較多啦 所以到底是不是股神 我們要考慮一下 就很多人要學這個比爾蓋茲一樣 說大學念一念不念了 對 可是呢大家知道 這個大學念到一半不念的人呢 消失的人更多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是對啦 因為他要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他才會成功 但是跟人家不一樣 不保證成功啦 是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大的差別啦 就像投資朋友最近 也要開始改變一些觀念 所以我們怎麼樣 交易的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怎麼樣 要準備好輸錢啦 就好像 你如果去找阿基斯炒菜 你是要準備好怎麼樣 被燙到 你找菲爾普斯飛魚去學游泳 你要準備好怎麼樣 喝到水嘛 是 全世界最會打球是誰 Michael Jordan 他就說過一句話 他說 我Lost掉9000次的投球 在生涯裡面都不多 非常多耶 對 Lost三次五次 我們就快不想投了 9000次都沒有投進 對啊 然後呢 我輸掉了300場比賽 好慘耶對不對 然後呢 有26次 他在關鍵時刻 人家相信他 就交給你了 最後一集 所有人都看著他 就等他灌進那一球 結果怎麼樣 他Lost掉了 難不難過 也沒投進 很難過喔 就很大 最後輸了喔 他說他不但的輸 又不但的輸 一直又是一直的輸 在他的生涯當中 所以怎麼樣 所以我成功了 這好深喔 很深喔 但是他這樣可以講啦 打輸都不能這樣講喔 對不對 就說你要一直承受 不斷的不斷的失敗 人生要成功的人 哪有不失敗 如果你要成為專業超盤手 你先輸個一萬次 你就變超盤手了 這樣聽起來很可怕 很可怕輸一萬次耶 每次輸少一點 才能撐久一點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常常準備好輸錢 你就開始獲利了啦 就是你下單錢怎麼樣 先想虧損 先想這次虧損 可不可以接受 我相信啦 在YouTube我們重播的時候 有人聽到這邊 欸不太懂 應該已經又拉回去 再看一遍 阿哥哥剛剛在講什麼 對啊 再聽一遍 所以我們要先 就是我們要先控制好風險 控制好風險 再來迎接獲利 你買進去不是賺錢就賠錢嘛 賺錢需要管他嗎 不用 但是虧錢怎麼樣 你要控制好啊 不然有時候一次輸 就輸光了啦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最近這一個月 很慘 一直在輸錢 這你的對象單 做今年做這個月 這個月做期貨跟選擇權 3月19號到3月16號 這個月總共輸了15次 輸了15次 才賺了7次喔 所以我們這個月是一直輸 不是很討厭 誰要做這種爛交易 一直輸一直輸喔 但是怎麼樣 損益合計是賺錢的喔 虧15次 賺7次 可是總獲利是正報酬 正報酬喔 所以為什麼 因為我們虧都是這樣 虧都是虧幾千幾千 一旦賺錢 我們就是跟狼一樣 咬住不放 我們咬住不放 都是賺2萬3萬2萬3萬 賺都賺2萬3萬 我們剛剛講的 輸都輸一個指甲 對 賺都賺整隻手 所以要大賺小賠 大賺小賠 但大賺小賠的代價是什麼 就要一直輸啊 你的勝率會很低很低啦 所以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輸很多次 都沒有關係 不用像狼一樣 只能錯一次 我們可以一直錯 但是我們每一次錯都 設好風險控告 看到這邊觀眾朋友應該就懂了 你剛剛前面講說要先輸 後面才會贏 對 要習慣輸 對這就是一個停損的觀念 所以講別人很簡單 因為你知道高檔沒抓到 低一點沒矛盾 失敗 阿哥你今天是跟網友在對話 我有這個感覺 沒有很多人 因為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都一直被別人怎麼樣 來檢視啦 你去檢視別人 如果你這樣有成長 那我們是恭喜你啦 但是那種很難 為什麼你只看到缺點 你就覺得這事好難好難 你看比如說這一波 我們跟大家講 前兩天一直跟大家講 要回補缺口 但是說KD死亡交叉 你也不懂 明明要下跌啊 失敗 MACD柱狀圖往下面看到嗎 失敗 我們有看到嗎 我們有看到啊 美債殖利率倒掛 你還做多 真的失敗中的失敗 就跟這個雜翠麵一樣 不止一顧 又是周星馳 又是周星馳 就雜翠十神 絕對沒有錯 十神中的十神 所以你看那時候 十神就是怎麼樣 心高氣傲 人家只看到別人的缺點 人家這個雜翠麵 是在夜市賣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一個很美味的一個麵 所以每一個人交易沒有什麼對或錯 巴菲特的交易是最無聊的交易 就買個喝口可樂 放個三十年就有錢了 全世界都罵到臭頭 沒有一年他抓到行情的 但是人家就有錢了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 根本沒有什麼股神 因為巴菲特交易叫你做 你會痛苦的要命 他也沒有辦法做短線 也沒有辦法做中線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怎麼樣 很喜歡當股神 但是他是用嘴巴當股神 你看誰誰誰做錯失敗 誰誰誰做錯又失敗 對不對 保重現在講的話 又會講說 你之前做錯怎麼不講 又失敗了對不對 我們跟你講你不用講 我們常常失敗 但講別人失敗 其實沒什麼用 在交易市場上要獲利怎麼樣 只要找到 屬於自己的交易方式 那你說外資人怎麼不認同 我們上次跟大家講的 要看摩台 對摩天 昨天出來了 對大家都一直等 阿哥你要跟我講 開高開低 那我跟各位講 開高了 開高很明顯開高 昨天開高21萬張 之前才19萬 19萬7 21萬口 是開高 所以開高代表什麼 外資認為4月份 漲多少 不管 但起碼怎麼樣 下跌的機率降低了 我們說除非要開低 要低於19.7萬口 那風險才比較高 這樣算開滿高的 開滿高的 那我們說清明節後 到底會不會變白 那你就要看他21萬口 清明節過後怎麼樣 會不會一直降降降降降降降 除非他降得很快 降到19.7萬口以下 那你再來考慮這個風險 如果沒有的話 反而清明節過後 還是有機會慢慢往上走 慢慢往上走 那就持續觀察這個 對不對 所以既然這個地方 我個人認為他會開始震盪 震盪到最後多空都受不了 才會有新的一個方向 反正你發現有任何變化的時候 第一時間要跟大家報告 對我們都在嘛 對不對 只是大家相信啦 有時候我們講大家都不相信 因為都跟你的情緒作對 你知道嗎 剛剛講狼是聰明的 但是狼是本燙的 本燙的 本燙的那個狼就是 中文的人嘛 狼 人很容易犯第二次錯誤 第三次錯誤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記取教訓 就會獲利了 所以我們說 我們的交易方式很簡單 第一 我們要找到多方力道很強 什麼叫多方力道 就是月線 在季線以上的這個乖離 乖離 但是他長很多嘛 對不對 那我們說又要馬而好 他已經長這麼多了 但我最近希望他最近一段時間沒有漲 有沒有很過分 非常過分 他漲了很久 但最近有回檔 最近有回檔 給我買 他回檔也不是法人賣喔 他回檔 外資20天在買 投信20天也在買 投信 散戶一直賣 就法人買散戶賣 才造成他回檔的喔 就是強勢股 然後回檔 又回檔 然後呢 你還跟外資投信一樣 都買在20天的均價 等於是買他們成本 非常過分 很過分 這有幾檔 10檔 而且最近是什麼 公佈財報 公佈財報以後 外資投信大買 代表這些財報怎麼樣 都不差喔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檔 第一檔是齊宏 你看喔 之前 法人在這個地方大買 一大買以後 壓回法人的成本件 紅色的距離就是什麼 多方力道 就是 月線再季線的管理率 對 表示他拉了漲了一大段 那漲了一段 你不要去追高 你不要去追高嘛 你壓回來月線買 回測月線 是比較安全 就比較安全啦 那另外一檔說 齊宏可能比較小檔 不過基本面不夠扎實 那我跟你講 這一檔是最扎實的 大力光 我們的大力光 技術最好 技術面也很好 抽馬面呢 法人也一直買進 那賞戶在相對低檔喔 對不對 最近呢 壓回月線 慢慢的直穩喔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多方力道 那你說大力光太貴啦 誰買得起 一檔大力光要四百多萬喔 大哥我跟你講 你開一台Posh出去再兩三百萬 人家可能會覺得 你買到三百萬以上 對啊 但是如果你給人家看你的對賬單 不好意思握一張大力光 人家對你更尊敬了嘛 對 超過一台Posh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 我跟大家講 很多人買不起大力光 跑去買什麼 買次級的 譬如說 郁金光 三十幾萬 郁金光今天漲停喔 會漲停啊 因為大家講的就是他會補漲 對不對 或是買新巨科一百多塊 或是買華金科才兩萬塊 我說不用 要買就要買最好的 幹嘛委屈自己 所以你可以買什麼 買小力光 只要四十六萬 買微力光 只要四點六萬 還沒有那麼多錢 或是巧合投資人 你買好力光啊 好力光只要多少 四千六百三十五塊 為什麼那麼便宜 因為這個單位叫一股嘛 這也是零股嘛 零股嘛 所以你買一百股 你買十股 你買一股的大力光 也是好股 但是呢 你就可以買到最好的股票 好 非常謝謝阿哥 阿哥前面花了很多時間 在跟他的網友對話 希望大家可以聽懂阿哥的肺腑之言 不要只看到阿哥的缺點 每個人都有優點跟缺點 但是如果你一直看某一個人 出錯那一次 出球那一次 你反而會錯失更大的一個 人生獲利的機會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不過接下來 大家一直在討論這個殖利率 殖利率 殖利率到底怎麼看 這個復仇者聯盟4 好像馬上就要上 我相信大家很期待 那我們今天就用裡面 兩個角色來幫大家解釋 殖利率的一個概念 到底殖利率要怎麼配才叫好 有一個呢 叫做花光族 另外一個呢 叫保底族 花光族呢 就像這個浩克一樣 我們知道浩克他一出來呢 就把全身的力氣毫無保留 一次呢把這個對方把他擊斃 所以呢 他就是所謂的花光族 有多少力量把他花完畢 另外一個呢 叫做保底族 就像美國隊長一樣 因為美國隊長 基本上他沒有武器在手上喔 他只有一個盾牌 所以盾牌呢 雖然屬於一個比較防禦型的 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舉今天 同一個集團公佈的這個鼓勵 潤泰集團裡面的潤泰拳跟潤泰鑫 潤泰拳 他公佈他的配息率有40% 但是呢 潤泰鑫的配息率只有27% 換句話說 潤泰拳 以同一個集團來講 這兩檔做對比 他配的比較多 他就像花光族一樣呢 我賺的比較多 我也配比較多 但是呢你看潤泰鑫喔 賺的其實也不少 但是他配的就比較少 所以呢 今天股價一個大漲 一個沒有漲 請教一下風總 大家常常講說 到底我投資高值率股票呢 要選這種 配息率比較高的 簡單講叫花光族呢 還是像這種配息率比較低 可是他有好處 因為他留的錢 未來有一些這個需要 所以呢叫保底族 到底哪一種比較好 還是兩個都很好 今天大家為什麼會一直在討論 就是這兩天還是就是說 殖利率已經發酵了一陣子 今天這兩天 好多這種大牛股啊 什麼精華酒店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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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今天又漲了對不對 那今天又大漲快5% 大概約末還有7%左右的殖利率 然後你看台泥那麼笨重的股票 對 台泥也能夠漲 也是公布之後 對啊公布之後 為什麼 因為快要放假了嘛 對 現在大家找什麼 早就說退殼手 掉下來的時候我有殖利率保護 可是進可供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講殖利率 我們再來講一個議題 呼應到剛剛我們從今天一開始 就在講那個狼的問題 是 這個狼齁 就是說大家都 你也看動物頻道 對 這個狼齁我告訴各位還有一種狼齁 是更進化 叫做披著羊皮的狼 披著羊皮的狼 看起來不像是狼 可是他真正等到你被他咬傷了之後 你才發現說 哇原來他這麼兇 所以說這個市場上 像這種所謂的大戶 跟金金經理人 欸有時候那個狼性也很夠 我今天就要告訴各位 一個披著羊皮的狼 而且你就算不跟他們成為狼 打拳架 至少你也不要怎樣 不要跟他對坐 對不要跟他對坐受傷 那我們現在講說 放長假之前呢 為什麼討論殖利率 我們要公首俱佳 怎麼樣公首俱佳 的條件在哪裡 我一個一個跟 就是說你看有價有量好進出 對這個不算什麼 你去買什麼中華店 也是有價有量 對就是你全部能夠英英俱足的 這個就很了不起了 你說本益比小意思的 也有很多本益比小意思 那你說不受美股波動 你說我去買不要電子股 對 那股價低於淨值了 好像也可以講一大堆出來 是 把人才剛剛開始佈局 這個就要稍微有一點點的 一個study了 對 如果說這些東西 再搭配到現在最紅的股動會 捐資比大於50 我告訴各位 目前台北股市 捐資比大於50 只有9檔 其中有6檔 叫做ETF 那我問各位 那就剩3檔 對 你如果現在馬上打得出來的話 所有台北股市 是目前掛牌捐資比最高的一檔股票 而且是遠遠超於50 你如果答得出來 我給你拍拍手 你絕對沒有想到 這是一個披著羊皮的狼 這家公司叫什麼 叫做達新宮 就是2535的達新宮 各位你知道嗎 他目前捐資比是72.99 是台北股市股票第一名 對 其他的有6檔都是ETF 那他本身來講 你看他去年賺2.29元 現在股價21.7 本益比小於10值0.9 符合我剛才講的條件 然後淨值24.01 股價淨值比0.9 配息給你1.7353 殖利率目前還有8% 而且他目前他是台北股市 掛牌股票裡面最高的 72.99的捐資比 然後外資這個禮拜 開始偷偷在買了 他會不會造成一波 這個所謂的狼群廝殺呢 我等一下講那個Story 我認為他非常有機會 複製去年股東會錢 大嘎一波 就是說有投資型的法人 還有套利型的 所謂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忠實戶 所以說大家一起來 有這種所謂比較高貴的狼 有這種所謂披著羊披著狼 大家一起來 所以說我要告訴各位 人家那個市場上的狼群 在玩什麼東西 你看 這是我先給大家講一個概念 你看去年從3月29號 好巧今天3月29號對不對 從3月29號一直漲到6月12號 這個Story我等一下 再把它獨立出來跟大家講 你看現階段來到這個地方 最近外資 因為這個比較長 所以你看不出來 最近外資偷偷又買了1500當 開始再買了 今天3月29號去年是投信 3月29號開始陸陸續再買 然後這個外資呢 進入4月份開始跟著追 然後造成一大波上去 這樣的一個上漲 從3月29號漲到6月11號 這樣的一個Story會不會在今年複製呢 我就講給各位聽 我們來看下面一張 各位 去年發生什麼事 去年發生什麼事情 我告訴各位 去年達新宮 他公佈出來 他的股東會是6月11號 那等於說 6月11號 短線上面有一個融券要回補 3號到10號 很多人認為說 哎呀這個地方 很多人說 我知道達新宮有所謂的一個可轉載 套利那個都是實券 不會造成影響 我說不對 那時候我在東森頻道上面 我就說不對 為什麼 有把人就是會利用這種遊戲規則 跟這種喜歡玩套利人 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 也就是說這種狼群 就是說一直是披著羊皮狼 一直是真正的狼 大家一起來 那你看到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個地方 從3月29號開始 投信一直買 然後呢 雖然說熔券回補了 雖然說3月4月3號到12 熔券回補了 股價有沒有掉下來 很多人說熔券回補了 就掉下來對不對 他不但沒有掉 他還是一直上去 然後熔券又回來 對 那有人說 我有可轉債對不對 他會去放空 結果你看 放空一路放空 結果一路順勢把你幹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有題材 本益底比股價禁止比 而且他可以配席 他可以拿席 所以正規的把人 他可以說打著說 我要來拿席的名號 其實事實上 他也是怎樣 跟著這個喜歡玩套利的人 一起來玩 那你看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在4月15號到6月13號 股票是停止過戶的 然後可轉債會停止轉換 當時他有達星公二 達星公三 達星公四 有三個可轉債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來 這個地方來 他這個地方他沒有辦法轉換 怎麼辦 他就想說我先來空對不對 到時候再來 到時候再來用轉換 再來回補就好對不對 結果可能一路空一空 結果法人就一路給你幹 空的人就覺得說 好我再空更好的價位 這樣來回補 就一路推升上去 然後股價不管是正規想要拿股息人 或是玩套利人 就一路的這樣推升上去 等到開放可以來做轉換的時候 他開始就跌下來 所以重點在什麼地方 你說越早 跟著把人在起步的時候 你是不是越有保障 所以說我們拉回來看 今年達星公一樣 去年是6月11號股東會 今年是6月18號 那也是一樣 去年是15號到13號 這個15號到4月15號到6月13號 今年是從大概4月20號左右 一直也是到6月多 那我告訴各位 現在達星公 因為他本來在這一段時間 他有三個可轉載 叫做達星公234 23已經到期了對不對 他還有一個4 而且他今年又多了一個5 也就是跟去年一樣 也是有兩個可轉載 而且都是可以轉換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應該就是會有一些類似當初 像譬如說想要來做套利空間 為什麼我跟各位講 因為達星公4的轉換價格是18 18 你有價差可期 你才會有進去做套利的一個機會 假如說今天達星公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價格 是在22 他沒有套利空間 對他不見得會去做上座 所以說呢 複製去年這樣的故事 我認為機率是非常高的 就算我們不要說可轉載 因為一般投資朋友 你也不要去玩這個東西 這是大資金玩 我們就站在正規的投資 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他本身 殖利率8 股價淨值比0.9 本益比只有9.4 所以說你也可以跟著 像這個所謂的投信法人這樣 就是或者尋求來 鼓勵的 拿鼓勵的投資人 至少現階段是安全的 當然你說說漲到這個5月底 6月初我就不敢講了 所以說現階段 還有一個非常安全的一個保護期 我認為就是說 你可以跟著狼群一起打架 那或者是說 你不要跟這個狼群來做對 好非常謝謝豐總 把這個狼的本性講得非常清楚 同時幫大家交叉比對之後 有一些股票特別有機會 不過下個階段 我們來討論一下 台北股市過去 最讓人詬病的是 沒有退場機制 所以導致很多的雞蛋水餃股 那現在證交所 他宣布明年四月一號開始 有一些股票可以強制下市 所以到底會引發什麼樣的一個效應 金融廣告馬上回來 好這個要先感謝這個觀眾朋友 因為上個禮拜六呢 我辦了一個演講 現場來了非常多人 我非常感謝大家 老王 阿哥都拿到禮物你知道嗎 既然現場沒有人拿禮物給你 太over 你會不會覺得很吃味 王粉到底在幹什麼東西啊 其實王粉又有去現場對不對 真的 那怎麼沒有人送東西 可能是他們太害羞還是怎樣 不過沒關係 我跟你講 你不用吃味阿哥 今天 你 又發生的事 最開心的一天 因為呢 今天 就在今天喔 有一個你的大粉絲 喔 真的嗎 寫了一封信 他要我在節目中親手交給你 優秀 對 誰啊 而且呢 不是一般的粉絲 他是鐵粉喔 對 而且是一線的女主播 真的啊 看一下 該不會是我心中那一位吧 沒錯 是親愛的老王 捐捐 哀慕你的捐 因為我們知道你是捐粉 你捐 櫃檯有斐捐喔 這是那個 這是你想的 是 沒有沒有沒有 不能猜喔 因為它黏得很緊很能打開 其實我很想打開 但不好意思打開 就這樣 對 你要不要聞一下 這樣好像吃汗 不要亂講 感動感動 其實這封信的內容 廷均有叫我公開 來我們看一下內容在哪裡 內容在這裡 他說 居然連這個圖也找到 親愛的老王 之前在大K節目上看到你 原本想說不知道是哪來的屁孩 他就很像小屁孩 一開始 但因為這幾天你不是跟他合作七點嗎 對對對 所以觀眾朋友 要看老王的早上七點鐘 他跟廷均喔 有這個合作 對合作 所以記得鎖定 他說跟你合作下來呢 才知道原來你底蘊深厚 所以才帶給你這麼大的自信 面子面子 我快哭了 很感動 而且他說你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幽默風趣 而且穿搭很有品味 對對對 其實我等段我只看到一個重點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重點 好 解盤我們快速喔 解盤超神盾 不知道改天有沒有機會跟你一起吃頓飯 然後跟你多討教幾招 樂 娟娟 所以你要跟他吃頓飯嗎 感人一定吃的啊 對不對 你要吃什麼 只是我是擔心會有週刊在偷拍 這個要找大K啊 找你們這種閒雜人等 比較可以那個 你看老王很認真對不對 對 我想認真你就輸了啦 怎麼可能 娟娟怎麼可能寫信給你 拜託 娟娟粉絲會先把你揍一頓 你知道嗎 我要找 所以呢講到認真就輸了喔 我們股票市場 有時候有些事情可以認真 有些事情不能認真 我們舉例喔 今天呢 這個報紙有提到 未來啊明年4月1號開始喔 很多很多的雞蛋水餃股 可能有強制下市喔 所以讓很多的雞蛋水餃股大跌 那什麼時候東西該認真 什麼時候不該認真 我們舉例喔 比如說你買台積電喔 台積電你壓身家 基本上會比較OK 因為如果台積電倒的話 我相信呢 比你產能更多 可是呢 對這些雞蛋水餃股 你太認真的話 就像老王一樣 剛剛對娟娟的情書 這麼認真喔 我跟你講你就輸了 小股票你認真去壓身家 我告訴你 這下場會很慘 我現在不想講話 是 好不好 有心理 有創傷嗎 今天明明就3月幾號 29 明明就要比4月1號 整人的橋段 愚人節是不是 在錄下禮拜節目是不是 好啦講這個喔 那我現在先送大家一件事情 你產這麼多的股票啊 就是我們證交所一告訴你喔 因為證交所站在保護投資的立場 他覺得這種股票你再去買的話 會受傷很大你知道嗎 所以呢 呼應你今天的主題 認真就輸了 未來弄一個這個 我們前幾年喔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喔 什麼事 大概慶竹藍書是什麼意思 如果就你以前小時候學的 慶竹藍書 慶竹藍書就是 這個人做了很多壞事 寫不完對不對 結果我們這個 我們以前的教育部長 就告訴大家 寫在這邊 其實喔 這句話並不是壞的意思 沒有單純壞的意思 他就告訴你 只是要做的事情喔 這個只寫不完啦 你這個人很忙 要做的事太多啦 所以我們認真聽他講話 就輸了 你就輸了 不要太認真 你不要教育部長 你認真就輸了 像我中文系的嘛對不對 我從小就學慶竹藍書 是做壞的事情太多 但是你不要看他爭 因為人家是部長嘛 部長講的話就對了 知道嗎 對好 所以這是一種慶竹藍書的事 那觀眾朋友 你們知道什麼叫 真正的慶竹藍書嗎 我幫大家找出來 股票市場 這一整頁股票市場 這才叫真正的慶竹藍書啊 這邊都是禁止喔 幫大家找出來 我們會幫他臉書 還是youtube 每股禁止喔 低於3的 就我們這個證教所已經告訴你 就是我以後可能要下次的名單 就是要強制性的喔 低於3的我先幫大家找出來 你看0點多啊 3塊錢禁止以下的 3塊錢禁止以下的 是禁止喔 不是10塊喔 是3塊喔 哇 不得不可 一頁寫不完 慶竹藍書還有第二頁 還有滿滿的第二頁 第二頁你看 這才叫真正的慶竹藍書啊 禁止低於3塊 所以這上面的股票大家要 勸大家不要碰了 真的不要碰 而且要小心再小心 非常小心再小心 你千萬不要因為想要他 因為人家告訴你 你如果對他太認真 你可能就會輸了 沒錯 低價水甲股有些人 大哥你們常常聽到過 有些人說買低價水甲股可以翻身 對 什麼轉機股啊 像之前萬宏嘛對不對 可是那99才出一檔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這樣期待的話 你真的不要太認真 買個 像大家今天早上跟我講一個例子 我覺得很有道理 你可以買台積電 你可以押身家 我聽得非常有道理沒錯啊 因為台積電不會突然跟你宣布說 我下市了 怎樣 不可能吧對不對 然後夾個皮皮這樣 可是通常不會有人把 身家押台積電 會跑去押這些股票 完蛋了 他就突然開個記者會說 我禁止虧光了 然後夾個皮皮 對不對 然後你這樣拿他沒皮條啊 所以這種事你要注意 那我今天來這個立場 如果你要做多了 你就不要再看下去了 對 就是要提醒一下 其實你真的要看 你不要想說我今天不講做多了 你就不看 我們今天要大半我們是和尚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像是不是有戴頭套 對對對 今天怎麼沒頭套 我就要救眾生啊 你知道為什麼要救眾生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這些雞蛋水腳股 沒人買喔 大K我們看下一檔 有人買嗎 最近華映很慘的華映 多少人 散戶100張 其實華映買100張不多啦 可是100張以下 不多錢喔 我說價錢不會很貴 可是你看喔 散戶持股比超過兩成耶 天哪一家公司 100張以下超過兩成耶 總持股人數多少 23萬 23萬人耶 有23萬的小股都買了華映 是 所以你說我們今天站出來 然後去看這些 低於禁止三塊錢的股票 是不是舊了 可能舊了 大K你跟我們 你手上也許沒有華映 但是可能你有其他的 低價水腳股喔 等一下會介紹很多熱門股 其實都有 其實我們今天做的 做功德啦 大K你跟我造福很多人 那下次要記得送禮物 哈哈哈哈 開玩笑的 沒有我覺得我們下次 我跟阿哥或老王 我們來辦個演講會 好像不錯 看會有多少人來 我們說禮物大鴻祭是不是 對對對 不可以作弊喔 那開玩笑喔 再講一檔 禁止地獄三塊了 哇這不得了 很敏感喔 很敏感 但是我們是公平公正來 NCC不要罰我好不好 我們真的沒有過大的篇幅啊 你看這個是超過一塊錢 飆到五塊啊 發生什麼事 發生了國民黨的換柱 但換起大家回憶了沒 2015年的10月宣布 這個寫嘛 2015年10月17日正式換柱 全國臨時代表會 就一路噴出 那這張股票呢 每次噴出就是跟政治有關係啦 最近今年 去年底 年底他又還噴出了 去年底12月他又噴到1月 為什麼 因為我幫大家找出 對 因為他卸任之後呢 就表態這個剛好是年底的時候 他說我要選中的就噴了 所以你現在套牢的 哇完了怎麼辦 這些小股民們 我也不是要你殺地 要怪誰嗎 因為現在國民黨又要出選了 你知道嗎 會不會 他有機會再出了 你說他股價跌代表 他出現的機率不高 可能不高 但如果你對他抱持一些希望 反過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還抱有的 而且你套牢 你反正那種基甘水油 你也不想賣對不對 你可以趁下一次 他如果有機會出選 通過的話 你就漲上來這樣 一波也就把它處理掉 那天在我們節目講 他認為只有兩個會出現 這個政治 這個都會聊太多 這是穆華哥講的 對 這個都會聊太多 我們是我們沒立場 所以這檔股票你看 他就每次掌握政治的議題 所以這種股票你還要留戀嗎 你要想像他有一檔股票 這檔就比較熱門 預創大佩一定聽過 對不對 預創 預創你可以看到 鏡子多少錢 其實也才七塊錢 這也很危險 雖然沒有三塊 但我特別抓出來 因為這檔 這檔的人數非常多 你看這個散戶 散戶一百張以下散戶超過五成 這嚇死了這更恐怖了 那你看股票 只要百張以下散戶持股比一往上 你看這個股票就往下跌 然後這個散戶持股比一往下 股價就往上漲 完全都是反向的 那你看最近的短期 短期幾週前出了一個利多 松3滴感測 預創細創 前景喊騷 化修 就一路翹上去 什麼叫化修 大家可以知道嗎 就是人家在吃米粉 你沒有吃到 但是你在化修 這句話可以 我以為你會有另外的見解 沒有 吃這樣去解 吃這樣去解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對 所以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可以這樣 還是一堆人去買 標題也沒跟你下錯 我就說他在化修 所以你看股票就跌下來了 所以你看不可思議 那你看下面外資一路在賣 他最近已經跌破 這個大量的低點 當然低點是10.55 還轉弱 那你說如果你現在套怎麼辦 就看這個缺口 不要封閉喔 9.7 如果再封閉又會再跌一罐 那如果什麼時候 我差點去解套 他就轉强 就占那個10.55 但我們都講短線 你長線投資人 以他的鏡子來看 以他百張散戶的結構來看 其實你是不要去 隨便碰這張股票的 我現在心情完全無法輸 想要在內心 你現在跟你說 你真的很像 然後你也很喜歡 你很喜歡 你很喜歡 我現在要跟你說 打著我 你很喜歡 我現在已經完全無法輸 我現在心情完全無法輸 你怎麼可能 你不可能 我現在現在心情 我現在心情完全無法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